是 外面是不是下雪了 是的 卓 我想去院里看看 是 旧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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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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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一定会给您报仇的 主 主 主 皇上对皇贵妃情深异常 听闻皇贵妃去世之前 曾请求皇上以贤字为事 皇上允准 但愿来日 皇上亦能将贤字赐予臣妾 臣妾便死而无憾了 皇后春秋正胜 怎会出此伤感之余 我朝皇后上事兼用孝子 倘若来日皇上能将贤字赐予臣妾 臣妾自当终身自立 以敬此而自 自从皇贵妃去世之后 皇上悲痛不已 再也未曾经过臣妾的长春宫 不知皇上是否是责怪臣妾 未能照顾好皇贵妃呢 朕是想着皇后与皇贵妃 相知相伴多年 怕处境伤情罢了 皇贵妃临终前和朕 说了很多肺腑之言 朕每每想起 已然很是挨死 皇上情深异常 皇上今夜要亲自去贤府宫 对着皇贵妃的画像倾吐终成 想来皇贵妃临死前未说完的话 在梦里要和皇上好好说一说 皇贵妃早逝 心中罪牵挂放不下的 也是家中复兄 臣妾恳请皇上 若是眷顾皇贵妃 就请眷顾她族中的亲眷吧 皇后 皇贵妃复兄之事 乃是朝政之事 与后宫事宜无关 皇后无须多言 臣妾不该干预朝政 臣妾知错 皇上内外分明 从不以私情干涉朝政 皇后娘娘陪着皇上这么多年 应该十分明白的 贤贵妃说得是 贤贵妃 本宫赐给你的莲花手镯 你怎么不带了 那手镯和皇贵妃的那支 是一对的 既然皇贵妃已经离世了 朕就让贤贵妃拿下了 以免伤情 还有一事 永皇的生母折妃死得可怜 朕会下旨 追封折妃为折敏皇贵妃 太扔妃吧 不就让她被迫安 敬妃 起床不和她的音乐 不让她遇见了 明侯 你早就要替她 去吧 要回不上 你早就要遇见你 还不是 你可怜你 不放了 你的人 她把她的身份 您从未对皇后娘娘 这样说过话 高氏生死 朕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结 在高氏的娇美面孔之下 藏的是狠毒之心 而在皇后的贤惠端方之下 又会是什么呢 朕 真的很难看清楚 娘娘 莲芯 您出去伺候吧 是 娘娘 您怎么了 皇上突然 让贤贵妃摘下了那镯子 她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不会吧 那对镯子 黄贵妃与贤贵妃 这么多年都没有察觉异样 如今怎么会 皇上也说了 是怕看见了独物伤情 您就不要多私忧虑了 那朱英呢 皇上怎么突然 封她为折米黄贵妃 她生女难产而亡 皇上为何要救世重提 还说她可怜 这话里必定是有话 她是不是在暗示 则问本宫什么 皇上大约是觉得 哲敏黄贵妃年纪轻轻就走了 应该没有别的意思 可本宫 总是觉得不安 自从高氏死后 皇上便有些疏远本宫 今天贤贵妃还说什么 高氏临死前 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 苏联 她是不是临死的时候 跟皇上说了些什么 让皇上猜济了本宫 娘娘 会的 贤贵妃不过是硬和皇上吧 你不想把了 皇贵妃也不敢出卖您啊 她要真说了您什么 那不就等于 把她自己也出卖了吗 您且看皇上 追视皇贵妃的样子 那般情深异常 如果皇上真的知道什么 又怎会如此啊